本故事由本人真实故事改变 今天的任务化完 准备关机 期盼已久的会议终于到了 看了一下外面也没有下雨 穿上我新买的鞋就可以取拿会议了 每次出来都会跑过这段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头上的汗 这是由于害怕流出的人汗 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条路上有很多的狗 因为我比较怕狗 跑过这段路就像在玩游鱼游戏一样 生怕狗一回头就要追我 很多狗主人都会说 自己的狗狗不咬人 话虽这么说 但是我还是很害怕 我也只能鼓起勇气 果然不出我所料旁边的狗狗冲了上来 操作我狂吠 不过幸运的是它被宣着狗身 不对刚左手边还有没有先绳子狗 不是吧 它们好像发现了我 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 果然是害怕什么来什么 两只狗飞奔了起来 我的妈呀太可怕了 小狗冲在前面大狗拖着主人 所以建议较小的女生不要带大狗出来溜 这时两只狗张开了血盆大口 救命啊 然后三只狗互相咬了起来 这时我叹了口气 但却没有注意到前方 这一坨大大的便便 没错就是刚才王首席那个主人的狗狗拉的便便 然后这一脚下去此时时刻 整个人都不好 鞋子也已经不再不拎不拎了 主要是我刚买的鞋子就踩到了狗屎 这个恶心层住在王者荣耀里堪称国服 就是让全国人民都服得服 我看谁不服 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家洗掉 我是一个讲文明的人 所以为了不踩的到处都是 只能拿出跟凌家姑娘跳冰镜的腿发跳回家 但此时时刻招待一群人的围观 堪称大型设施现场 好巧不巧 旁边那群小姑娘以为我要跟他们一起跳 哇里哥去 这是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应该是最后一图变变 所以此刻的我心态已经崩了 回到家里才发现快递送到门口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狗屎运 所以我决定把鞋子掀起来再猜快递 洗完后恐怖的事情发生 陷阱鞋缝子冲不掉 那只能把它扣掉了 此刻的心情让我掀起 犹豫游戏扣他们的情节 心里就有三个字 救命 啊 算了我们还是拆快递吧 一刀下去 没错我们开出了一台显示器 这是一台性价比很高的显示器 它拥有可以旋转的屏幕 在这短视频横行的时代 有了它我不需要切换手机看书屏效果 这样大大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它不仅可以上下移动还可以调整角度 并且还自带外放功能 支持的接口有HDMI DP Mini DP USB 2.0 27寸大屏 IPS面板 没错相当于560个头那么大 屏幕最大分辨率是2560x1440 也就是2K屏 8xRGB射域 10bit射声 出厂教设 还有电量关护眼模式 支持三圣不上眼 没错这就是明基 PD系列2700Q 显示器 你值得拥有